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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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官場工人跟黃製救會 都有目前為止都有階段性的解決 可是我們 從這個抗爭的過程當中也認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今天制度沒有修改 那其實我們後代 世世代代的勞工 終究 都還是要因為之前被退休金而上街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最大改變的契機 就在我們今天站的這邊 就是立法院 如果說 今天立法院 可以完整的把這個制度修改好 讓勞基法28條 可以按照我們過去抗爭的訴求 去達成的話 那 我們以後 政府部門就也不用擔心說 勞工會握軌抗爭 我們官方也不用擔心說 再有勞工 因為之前被退休金 他們到處四處求助無門 想說今天我們 有非常多勞工團體來到這邊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工人抗爭 不單單只是為了 我們自己的 案子要解決 我們也希望 以後制度可以整個修改 讓我們以後的勞工 不用為了之前被退休金 繼續跟我們一樣走這麼辛苦的 抗爭的道路 我們修法最終的目的 是要來解決 實際上的問題 但是今天 我們看到我們勞動部 所送的 這個法案 能解決 我們退休金之前會的問題嗎 會 對 我們要的是錢額 但是它是只給一顆糖果 對不對 對 這種內容我們不能接受 對不對 對 就是要得到一份 一份安全的棺材本 今天我們勞動部 立法院如果 幫我們棺材本打折的話 叫我們以後的日子 叫我們的老年生活 要怎麼過下去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很多勞工人 來這裡 做一個成型 做一個抗議 也希望我們立法委員 能夠體系我們勞工 一輩子的辛苦 雖然他們的工資 比上公務員是差很多 但是 我覺得 當他們有百分之百電廠的 之前被後推進的時候 他們也就心滿意豬了 好不好 政府帶頭做二 所以何況是一般的民間企業 所以我們在這邊呼籲政府 還有勞動部跟立法院 他們一定把 勞基法28條修得更完整 能夠還給我們勞工一個公道 我們要求的就是 百分之百的電廠 部長應要強攻 部長應要強攻 立委務做打手 立委務做打手